这个老人在家做饭每次都被电 看一下 他电饭锅的那袋 带220多伏的电 老人以为是电饭锅不好 准备换个新的 结果 我又发现他煮饭的小锅 上面也带220伏的电 这个不再是感应电 是漏电 是漏电呢 难道他没有地线 没有漏电保护器吗 去看一下他们家的配电箱 很明显它是有漏电保护器的 总材是漏保 它这个是有地线的 进来的地线是个红线 进来的主地线和插住的地线 接在了一起 可以看一下这个地线带不带电 用这个电比测量 对地电压220多伏 这很明显不是他们家电路的问题 而是外面的主地线带电 邻居家有没有呢 去邻居家看一下 邻居家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们说这几天 感觉墙上都带电 然后用电比测 测哪哪带电 他们找了专业的电工师傅过来查 测到家里面的进线 零线火线都正常 电压正常 来的师傅测到地线带电 然后把地线给掐断了 进户的主地线 和家里的插座地线也是连在一起的 测一下这个地线 220多伏啊 地线是保障安全的生命线呀 地线都带电 那这个安全怎么能得到保障呢 那这就是个炸弹呢 去外边看一下这个主地线吧 他们的一户一表 都在这个配电箱 从这出去的 每家的线路都是从这出去的 配电箱上了锁 一会得开一下 先去看一下 往每家每户走的主线 进户线是从后墙进入的 找了一个梯的爬上去看一下 每家的电路就是这么穿着拐过来的 然后再进入家里的配电箱 然后这几家的地线 都是用的一根地线 就是从一根地线上接出来的 可以测一下这个地线 带电220多伏 220多 所以说这几家地线都带电 都带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或者说是谁家的电路有问题造成的呢 得看一下箱内的电路 等供电所的师傅来把箱门打开 来咯 那就打开这个箱门看一下 这个总径线是220伏 然后这个地线就是这个 这个红线 几家几户都接着这个地线 测一下这个地线上面带 带 220伏的电脑 总地线都是带电的 一共6家 一家一家断电 看是谁家的问题 220拉 他家不是 他家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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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这一家 这是谁家 这是谁家 多数点 那就去看一下是哪一家 那个大爷说想去他们家看一下 那锅还带不带电 又看到了这一个没有哈完的稀饭 插上电以后再测量 好了 不带电了 电路有问题的是这一家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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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家电路有问题 要是有人我就进去给他查一下 他没正在积极的联系房主 那只能先给他家断电了 你看啊 他没这种线路 虽然有地线有楼宝 但是起不了作用 地线只有可靠接地 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而他这个没有 什么是接地 你比如这一种 把脚铁打入大地 或者在地下焊接框架 从接地体接出这个地线 上哪来了 上这来了 它是接在设备的外壳 配电箱的外壳 连出一些接地线 接地线是接哪的 接地线是接插座 地线 包括热水器外壳 还有电器外壳 就是一旦这些插座 下面的电器发生漏电 对外壳发生漏电 设备上的感应电 或者是漏电 会通过地线 导入大地 而对人不会造成伤害 当然了 您说这个漏电保护器 它下面有漏电的 它会第一时间感觉到 达到它的漏电电流 0.03 有30毫安 它会第一时间 跳开漏电保护器 来保护人的安全 当然你像这些 如果说下面有漏电的 它没有那个功能 它不会感应到 它不跳 所以说家庭要装漏电保护器 有地线 漏电保护器 它会跳得更灵敏 您漏这个电 回来了 没进入大地 它感应不到 没有回路 没有泄漏 它感应不到 它会跳得不灵敏 还有就是 如果说没有这个阻界地线 这些地线都是空的 没有接入大地 这一路漏电 没有放入大地 它会导致另外的这些电路 线路的地线 同样 就是整个都带电 一路漏电 导致其他几路都漏电 都带电 外壳都带电 所以说地线 说是一个保 就是保护人生命线 保护人的就安全的生命线 如果说这个地线不接地 它也就相当于没有用 就一旦这些电器外壳 都对它漏电的话 其他设备外壳都会再电 所以说地线也做可靠接地 这个得重视 天天讲漏电 天天讲地线 是不是都挺烦了 有没有新鲜的故障现象 也会有的 那就是我们每天面对的 就是这些东西 修的就是大家身边的 这些常见的故障现象 解决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 让大家了解一些 基本的安全知识 好了 先这样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一 二 三 听说过三家的电闸 一起跳的吗 这个就是 哪个是你家呢 这个五零二是我们家 反正一跳的话 就拐着 一零二 一零二跳 还有二零二也跳过一次 基本上都是 跟那个一零二一块跳 一起跳 我就因为它是 七点半到八点这个点 不是吗 我就怀疑 因为一楼是 它是合租房 我怕它用那种 就那种不合规的小电池 电量一大 可能它一家一用 就是跳 半夜跳 对 半夜跳过 然后早上也跳过 下午也跳过 晚上八九点也跳过一次 昨天晚上是九点 跳了一次 对 然后我下来合上了 这个好像应该是 他们一零二的地下室 给他们卸下 对 用电的 再三家一块跳 一跳一块跳的现象 少见 二零二还少 反正就碰着一次 但基本上都是和一零二一块跳 到河上 我还经过水 这么潮湿了 哎呀 水 在过这 在过这 在这里都经过水 这下边 前年 大前年 水老深了 对 反正是水挺深的 反正到这儿 那就测一下吧 回忆是 你家能断电吗 你断响了 我拉一下 我现在家里就开了个通知 那测一下路电吧 测一下路电 他一跳 别人一块跳 这就奇怪了 因为现在就是 我是 应该不是我们家跳 嗯 应该是一零二家跳了 如果带我们家跳了 啊 哦 他们家跳 带你家跳 嗯 真的说不过去 这这 这不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吗 啊 哦 好 这不就没电 哦 嗯 露电啊 你家 露电吗 嗯 露露露露露露露 特别是下雨以后 这一潮 更严重 是这个意思吧 就最近才跳 这两个月跳的 但之前没跳 最近这两个下雨下多厉害 你看地面你看看 它就一直潮 那就把地下室这两个线拆下来 把线给它剪上 它家会好一些 家好一些 看地下室 在地下室这两个线 地下室的线不好 家里呢没事是吧 家没事 家还行 嗯 您要是不用地下室的线 不行的好一些 这几家地下室的线 都走了一个滚 看一下它家地下室 可以 什么叫做 地下室的线都不行 地下室的线不行 哎呀你们地下室的线都满了 地下室的线 102的地下室线也不行 这个也不行 因为它是从油管穿下去的 你看到吗 它们之间你可以测一下 对吧 火一火 你看啊 它们家是红线 102是绿线 202是黄线 它们的火线都是对地漏电的 就形成了一个那个 形成那个 形成哪个呀 也就是说这个线在地下 会不会灵火之间 或者是火一火之间 发生短路 就会造成两家或者三家同时跳杂 因为这些线在地下都是不绝缘的 所以会不定时的出现问题 跳杂 我建议我建议您是走明线 因为你们几家的线都是从轴管下去的 您换不了线 走明线吧 这线废掉了 这样他们家的主线可以送电 然后再去到家里测一下 家里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 可以看一下 能测出来 对主灵线 这一路是轻微的摆动的 其他线路都没问题 也就是说单独测量这根主线 往家里走这根主线 这样测是不漏电的 主线还行 这样这个总是跳杂的原因就找到了 最后给客户的地下室 走了一路明线 好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自恋